科技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伤害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使用触屏手机 但是最近有专家提醒消费者 小心触屏吃了您的手指软骨 近来有专家指出 如果玩触屏手机时间过久力量过大 可能会损伤手指软骨 导致手指无法正常弯曲和运动 严重者软骨会被磨光 甚至手指永久性致残 正常情况下 手指上的软骨可以减少骨头肩 相互间的碰撞和摩擦 从而对手指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但手指好比汽车轮胎 如果保养得好可使用20万公里 保养不好只能跑几万公里 超负荷使用会让它的寿命更短 因此大家玩触屏手机时 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不要频繁使用触屏手机 每次时间要控制在30分钟之内 第二使用触屏手机时 要略微弯曲手指 这样手指软骨能够缓冲外来的力量 软骨组织也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第三触摸屏幕的力量要适中 玩触屏手机如同走路和跳绳 用力过大过猛 都可能对关节造成损伤 另外每天乔打键牌 用触屏手机的人 应该坚持每天做 手指保筋按压操两次以上 并且要用温水洗手 保持手指灵活 此外可多吃含钙膏 胶原蛋白丰富的食物 如牛奶 猪蹄等